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好久不见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打底、针织和毛衣的合集 大大小小应该有15、6件单品,甚至更多 这里面不含任何推广,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觉得比较物美价廉的单品 而且你一定能从里面淘到你喜欢的单品 那么如果你对今天这一视频的主题也感兴趣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有打底针织、背心、普通毛衣、连帽毛衣、毛衣开衫等等18件单品 那么我们先从毛衣背心开始吧 左边这一件奶油绿莫达尔达底的价格是38 右边的复古波浪纹马甲价格也是 这两件的性价比都挺高的 打底针织是很薄很有弹性的那种 韩饭背心是修身短款 面料软糯做工不错 这两件的同款都有多种颜色 第二件是这个V0马甲背心 它的价格是49 它的V0能够露出薄打底 在秋冬很显瘦 版型正刚好也是我很满意的一点 做工方面它还挺厚实的 面料也是软糯不扎人 第三件是这个墨绿色的马甲背心 它是小圆领 版型给人的感觉很绅士 价格是43 同样不会过大可以内搭 面料做工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软糯清肤线头少 挺让人满意的 接下来是三件打底针织 卡其色坑条纹的这一件是我最满意的 它的弹力大包裹性也好 外穿不会显坠肉 高领但是不勒脖子 袖子也是稍长的 我觉得会比刚到手怀的要更时髦一些 黑白条纹的打底也是必备的 我喜欢用它来叠穿白色衬衫 它是修身款式 中领不需要折叠 面料有一定厚度 不会裹身 所以也比较不显肉 做工方面也挺好的 我买了三件这种款式的 最后只有它是比较合适的 这件打底是不贴身的 布料对我来说有点多了 高领需要折叠 第二件半价 所以我还买了一个燕麦色的 在针织里面算比较厚的 会更扛动 但是这个版型一般 我应该不会再回购 之后有淘到这个版型更好的打底 我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是三件连帽毛衣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黑白拼色的 它的版型真的非常好看 戴抽绳的帽子既休闲又很酷 面料也很上档次 另外它的帽子是可以拆卸的 拆下来也是一件完美版型的纯色毛衣 第二件是这个蓝白条纹的连帽毛衣 很清秀的颜色和图案 和白色的裤子最搭了 冬天作为大衣的内搭可以打破沉闷 面料不是很厚 更像是针织 这件是米黄色底的 本来也是搭配性比较强的一件 但是它的料子不是很好 有一点显廉价 而且底色也太黄了 喜欢这个款式的可以搜一下别家店铺的 接下来是三件毛衣开衫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件奶绿色的 它的版型和颜色都很少女 简单搭一件浅色的牛仔裤 老爹鞋就很好看 面料和图案也是不得不夸 厚实不扎人 麻花的样式很韩饭 这一件是偏薄的镂空毛衣 颜色非常抢眼 版型也好看 店主简单的搭配深蓝色的直筒牛仔裤 就很法式 搭卧身上这种丝绒拖地裤又很温柔 细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紫色的这一件就必须穿一件搭底了 单穿的话领口会有一点显老气 它可以披在连衣裙的外面 也可以在下妆打摆折裙 搭得好的话会是很洋气的一件 面料厚实做工也不错 接下来是六件普通的圆领毛衣 第一件是这个黄绿状色的薄毛衣 当你的外套颜色比较素的时候 这种抢眼的内搭会很加分 它有一点长 不过面料很薄 塞进下妆完全没有压力 这件黑白千鸟格纹是我觉得很物超所值的一件 它在纯白纯黑的下妆都会很有气质 短款又很有扩形 对小鸟子非常友好 不过它的面料介于卫衣和毛衣之间不是很暖和 这件灵格纹的毛衣也是我很喜欢的 灰棕配色很适合秋冬 版型不错 内搭外穿都可以 因为它的表面有细绒 所以会更加暖和清肤 刚降温的时候简直爱不释手 不过穿久了应该也是会乞求的 这件也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绿色非常显白 同款还有多个颜色 短款宽松落肩 长袖子总是更加扬起 背后也好看 面料不算厚 内搭完全OK 清肤不扎人 白色的这一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很长 厚实 难以塞进下妆 不过实物的图案真的很好看 而且柔软清肤 非常非常暖和 好像网上有卖短款的窝 细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图案今年还挺流行的 它的同款还有一个开商款式 喜欢的话可以搜别家的 我买到了这一件 白色的部分夹杂有一些黑线不好看一些脸颊 最后就是封面有但是视频没有的毛衣 文章也会给出链接 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去买回来测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妨帮我三连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